可以慢慢一個一個跟大家做介紹 裡面的話if函數 前面有用過 那只是說再進一步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if裡面呢 可能會有and跟oh的狀況 比如說呢 它可能不只一個判斷 它可能有兩個 而且是連幾 兩個都要成立的時候怎麼做 oh是就是兩個 其中一個成立的話呢 那就會達到它的目的 那就會有結果 也是判斷 那那則是相反的 後面會有那個綜合練習題 給各位做練習 那首先的話if這一題 首先我們要判斷的是 平均大於60為合格 應該大於等於等於60為合格 那不到60的話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最後的話 這邊會顯示出合格跟不合格 那怎麼做 也就是我們要根據什麼 根據平均而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首先喔 插入函數裡面呢 第一個呢就是找到 其實最近使用過的 應該有一幅 所以一幅的地方點一下 再來邏輯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乘七 它如果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大於 如果說大於 而且呢 裡面應該要等於 如果60分也算的話 就可以大於等於60 那記得這個地方60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大於等於60的話呢 那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這裡的話呢 輕易輸入合格跟不合格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給它一個條件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會顯示出這個幾個 這幾個 往下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if做一個判斷 接下來的話呢 兩個條件 AND 那我們來繼續來看好了 這邊呢 比如說呢 有兩個以上的條件 而且兩個都要達成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說 它的銷售量 那各位可以看到銷售量 銷售量在這個欄位 銷售量必須要大於20 而且銷售額 銷售額在哪裡 銷售金額在這裡 必須要大於八萬 這兩個條件呢 都要成立的時候呢 才給它一個叫做優 否之 反之的話呢 給它列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兩個練習一樣 所以你們就做上面的 可以做兩次 那怎麼去做考評呢 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 先在這邊呢 有不要放在12的儲存格 那兩個條件 所以第一個呢 先用if按確定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有兩個條件對不對 所以在if的函數裡面 再加一個and的函數 and的函數第二次呢 請你用前面的箭頭 找到其他函數裡面呢 and 所以打一個an好了 an an 往下 an 好 and的函數 確定 那它其實喔 可以喔 產生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一直增加喔 那其實喔 我們只要兩個啦對不對 那這邊呢 總共可以有幾個條件呢 它這邊有講喔 有沒有 底下有講 它可以預測是1到255個啦 也就是說你有這麼多條件 可以設定 不過一般沒有用那麼多啦 大概用兩三個就已經算多的喔 好那 這邊 第一個條件說呢 這個 銷售額 它必須要怎麼樣呢 它必須要大於 所以這邊給它大於20 第二個條件是 銷售 銷售量 銷售額在這裡 所以第二個條件 所以第二個條件 記得在下面 Logitex 這個 要大於多少 8萬 所以 好 兩個條件輸入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一定會有公司收入 因為還沒完成 按確定 再把優標放在if這裡 插入函數 有沒有 兩個條件就過來了 當然喔 你也可以不需要插入啦 你如果覺得這不好用 有的時候我也會自己key啦 自己key也可以 只是自己key有的時候 比較容易key錯啦 這個看你自己選擇 那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呢 那就是優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輸入優 優 反之的話呢 就是列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條件做完優列確定 來試試看 然後往下填滿 這個優 列 因為這個條件沒成立嘛 那這個也沒有 因為他沒有大優 這個也沒有 優的話 也沒錯 所以這樣的話呢 馬上就可以做出結果出來了 是兩個條件以上的 大概三個四個五個 都可以這樣做 好 這裡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if 跟and函數的使用方法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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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